大家好,我是游子 早上起来看到外面 天空真的 必然必然的 但是还是有点 凉嗖嗖的 你要是在太阳下呢 真的也是 很热的 夏天应该是 已经来到了吧 早上起来 我把朋友 订了 母亲节的礼物 拿出来给他包装 他订了四块养奶罩 别的全都是 甜圈圈 玫瑰 毡土的肥皂 还订了五块 这个新的肥皂 都是母亲节 送人的礼物吧 挺漂亮的 我打了一下label 然后把它们 切割了以后 就来包装这些 礼物灶 在我这里买东西 我基本上都会送很多东西 这是我送他的小熊猫 左手香肥皂 还给他两盒 左手香膏 夏天可以用的 这一箱都是他订的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 正好也要来拿 我就赶紧给他 也包装了一下 基本上 花的全圈圈肥皂 已经全部卖完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有一部分是 这个小蛋糕的肥皂 这些有花样的肥皂呢 我都是把它包成像礼物一样 然后别的肥皂呢 我就是用素质 先把塑料放进去 放上label 然后用热腔 把它收缩 这样包的 包的 如果你在要送人的话 你外面再可以包礼品袋 这是还剩下的一些礼品肥皂 这里可以给女孩 男孩 还有给父亲 母亲的 这些礼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外面买不到的 手工冷皂 忙完这些肥皂 我又做了一批洗奶棒 因为这个洗奶棒啊 已经都用完了 这次的洗奶棒 我用的是玫瑰的油 和薰衣草的菌油 把所有的液体成分 全部倒入一个碗里边以后 再倒入干粉的材料 我都是戴上防尘的面罩 来做这个洗面棒 然后把它们混合以后 就像做馒头一样 把它们完全搅拌一下 再把它们分成一团一团 用秤把它秤了 我做了一千克吧 然后把它分成六十克一块 全部秤量都分好了以后呢 开始用模子 用手压机 把它们一块块的压出来 哎呀 我占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昨天干的太猛了 今天很明显觉得腰酸背痛 但是这些事都是要做的 做完了就好了 还好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 你让我天天做 我一定不愿意做的 我把上一次做的视频连接放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具体它的配方跟它的细节 和它的使用方法 现在还不能用 要等它干了以后 明天就可以用了 你看我做的时候 软软的像面团 但是明天就会像石头一样那么硬 今天做了16个 这一个让我用的话 可以用一年了 因为我不是天天洗脸 用洗脸棒的 我会一个星期用这个洗脸棒 洗两次 平时就用清水洗的 如果你的脸会长痘痘 或者是油性的话 那你每天晚上都得洗 洗完一定要让它离开水源 让它吹干 这样这一块就用的时间比较久 如果你放在水里边泡的话 那就像肥皂一样 很快就没了 明天干了 只要贴上label 包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出去旅行 就不需要带洗面奶 带一块这个洗脸棒 就可以洗脸了 昨天花园里摘了两根 自己长出来的窝笋 然后还有一个是西兰花苔 还有一点卷心菜 再炒一个草头 起油锅放了一些大蒜 然后放下这些菜 放一点点盐 然后翻炒一下 再加一点水 盖上盖把它焖熟 你想每天看我视频的人一定知道 我每天这些素菜是吃的很多的 现在就可以盛起来了 这些大火 铁锅炒出来的菜 我跟你说 一绝了 接着我要炒的 是上海人最最喜欢的酒香草头 锅里倒入油以后 把草头放下去 然后加一点点的盐 就开始炒 这里我要说一个小故事 我一个朋友去上海 他说他想解馋 就去店里面吃了好几次马兰头 吃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最后一次他跟妈妈说 今天不去店里吃饭了 我们去菜场买菜 结果他看到马兰头 就跟妈妈说 哎呀买马兰头 他买回家 搓水 切了 然后凉拌了 吃了以后 晚上 他说拉肚子 肚子疼得不得了 为什么 这个马兰头啊 你菜场上买来的 你一定要一根一根的清 因为为什么 里面有可能就会有毒的草 或者是野的草 你吃了就会中毒 草头也是 你在种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 如果有草啊 或者有野猪草啊 都要把它清理掉 自己种的就比较好 比较干净 好了 草头炒到这个程度 快要盛起来之前呢 就撒上白酒 哎 我妈妈那个时候是很考究的 她不是放 什么 五粮叶 就是放什么 茅台 那就更香了 如果你有二锅头 也可以放点 但是因为我不喝酒啊 我们家里没有这样的酒 我就放了米酒 已经够香了 现在就可以装盘了 你看中了两大宽 就盛着这么一小碗 不过吃一顿就足够了 冰箱里我还有一坨 刀削面还没有吃完 然后还有一半 昨天做的这个南乳牛肉 所以我今天起了个油锅 放了一点扁尖笋 放点盐 先把扁尖笋炒熟了 因为别的东西都是熟的 然后盖上盖 把它那个鲜味煮出来 面我已经在水里边煮了一下 也是熟的 然后放下去炒 刀削面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然后放了一点点鲜酱油和麻油 让它们完全炒了 接着我放了一包豆芽 这个炒面就跟炒那个河粉一样 一定要放豆芽 尤其是你还要放牛肉 这是缺一不可爱 下面有一点点粘锅 但是铁锅不怕用勺子 拼命的把下面铲起来 其实下面这个才好吃 有一点焦焦的特别香 现在把它盖上盖 把豆芽给蒙熟了 现在稍微翻炒一下 就可以把牛肉放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反正每次我如果炒牛肉丝 或者是肉丝 我总是会盛一些出来 然后第二天跟别的东西一起炒 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入味 因为不管是牛肉好 也是猪肉丝也好 我都会腌制一下 所以你把它炒了以后 腌制了炒了以后放来 第二天煮的话 特别入味 看看我这个炒面 太有食欲了 好吃的不得了 但是这一锅 我可以吃三顿 我尝了一下味道 咸淡正正好好 太好吃了 我盛了一半一大半 在盘子里 放在碗上吃 还有拿了个小碗 盛了一小碗 今天中午吃 我在炒面的时候 Sam跟我说 你再帮我煮一锅鸡 他就说要白水 什么都不放 鸡 然后再要放几个 土豆 我说你不是炒牛肉吗 他说你帮我背着 我就知道 他只喜欢吃鸡 但医生已经跟他说了 鸡 铁的成分不够 要吃牛肉猪肉 我答应Sam 给他炒一个牛肉片 所以我切了一点 洋葱跟大蒜 先放在油里边煸炒 炒了以后 放了一点青椒 他说这个青椒挺棒的 有一点点辣 然后我加了一点点的盐 他就在边上打搅 我不要盐 我不要盐 我说我已经放好了 你要不要吃 我说如果菜里没有盐味 那你那个菜怎么炒 也不好吃的 这个火锅牛肉啊 我先在水里面串了一下 然后放在一起炒 Sam自己加了好多 黄姜粉 还有各种粉 调在一起的 他放了一把 这些粉都是美国的调料 他说他不要Chinese sauce 所以今天这个炒牛肉 我完全全是他自己放的sauce 你看看 如果我之前在洋葱里面 不放一点点盐的话 你们认为这个会好吃吗 我跟Sam说 我告诉你 我在网上刷到的一个视频 我这个老太太呢 是一个犹太人 中国教育部门 好像邀请了她 他在视频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他老公想要吃饭 下来问佣人 说有没有馄饨 佣人说有啊有 我马上给你煮啊 他煮了水 放了馄饨 他说 我想吃面 佣人说行行行 你太太买了好多洋葱面 一坨一坨都放在冰箱里的 很简单我去煮个水 把洋葱面煮上 他刚刚把锅跟水放上去 他又说 哎哎不要不要煮了 我想吃葱油饼 那佣人就说 没没没关系 我去欢迎你摘点葱 给你做葱油饼 等他捡完葱回来 到厨房 老公又说 哎有没有锅贴啊 这个时候 老太太忍不住了 就跟他说 怎么做 你才会喜欢 我就跟Sam说 你就跟这个男人一样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哎 他的牛肉炒完了 你们看一下 黄黄的 我吃了一下 绝对吃不下去 根本没味道 他说 再帮我煮一盘鸡腿 你看这一锅哦 五个鸡腿 就冷水 然后他说他要放土豆 我又给他 两个大土豆 现在到吃午饭的时候 他说要土豆 还有那个牛肉 结果我告诉你们 他牛肉只吃了一点点 最后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把五个鸡腿全都吃了 而且他不是好好的端着盘子 坐在餐桌上吃 是躲在厨房的角落里 在那边吃 我看他好像饿了坏 要昏过去 都没有时间把盘子端到餐桌上吃 这是中午我们开饭了 这是萝卜丝 我分了几个碗 所以这是最后一碗 炒面 牛肉炒面 炒三丝 炒头 这是炒牛肉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炒猪肉